2020年12月26日,构建分离游戏,作者Jeff Street。 本文将探讨一个在之前的一篇文章《地球游戏的起源、目的和命运》中所提到过的主题, 我们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创建我们目前都在体验的现实系统的。 要清楚一点,我们是指我们非物质的高我,理解为什么我们构建了这个现实及其设计和构造的关键元素。 是的,所有现实都是构建的,这很有启发性,并且可以为你们提供在其中的体验的全新视角。 也许更重要的是,这甚至可以促进你们意识的转变。 分离游戏的构想 在我们创造并在其中游玩的大多数现实中,我们在不同程度上都知道,我们是作为一造物主的组成的不可或缺的造物主。 一造物主也可以成为源头意识,最初造物主,上帝或其他你们喜欢称呼的名字。 但是,在如此众多的现实中,没有任何一个我们会完全忘记了我们之所事,而这种可能性极大地吸引了我们。 那会是怎么样的呢? 它将交给我们什么呢? 至少可以说,这似乎非常有趣。 因此,在我们永恒地了解自己和存在本质的探索中,我们助手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现实。 在这种现实中,我们会完全失去与神圣源头的连接,并忘记了我们是一的宇宙意识的造物主和所有组成部分。 这是一个我们认为我们与造物主彼此分离的现实,这是一个我们会在多重宇宙中的任何地方体验到最大程度的个性化和分离的现实,一个可以恰当地称为分离游戏的现实。 我们整个宇宙都是分离游戏的体现,这就像一个巨大的多阶段场景,其中分离游戏正在许多世界和各个层面上进行。 分离游戏得到完全开展的世界之一就是我们自己的行星地球。 当我们构想这个现实时,如何创造它还不是很明确。 而且我们中的许多人,我们更高的非物理自我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最终,通过大量的实验,我们发现了许多成功的要素。 设计分离游戏的关键要素 让这个现实系统得以实现的一些关键要素就是遗忘的面纱,我们的思想及其在现实中的显化之间的延迟,对手的角色以及情感建构者。 让我们逐个进行深入探讨吧。 遗忘与未知的面纱 让这个现实系统能够充当我们所期望的分离游戏的第一机制就是遗忘的面纱。 当我们化身时,我们会完全忘记我们是永恒的非物质造物主,我们的灵魂以及更高的存在,而我们却是一种宇宙意识的组成部分。 当我们化身时,我们完全忘记了在这次化身前的选择和计划以及这样做的原因。 对于分离游戏来说,这种遗忘显然是必不可少的。 没有它,我们简直就不会相信我们是在一个冷酷的残酷的世界中生存。 绝对需要这个面纱,我们才能产生分离的体验。 面纱不仅让我们在进入化身时忘记了自己,而且还过滤了可能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因此我们无法重新发现我们的本性。 最好把面纱的这一功能称为未知面纱,它本质上的作用是确保我们无法证明所有事物都是一。 任何接近证明我们与一切万有是合一的无可辩驳的事情,都总会包含足以令人怀疑的疑问,让我们无法确定,并且不得不使用我们的头脑来判断。 但是由于关于万物的最基本的真理就是固有的合一性,并且由于面纱对我们隐藏了这一点。 因此随之而来的是,它必须隐藏万物的最深层本质,因为了解任何事物的最深层本质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认识到一切的合一性。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事物的表面,但是面纱阻止了我们去了解真正的原因。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科学已经接近了解一切了,但事实上与真理相去甚远。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现代科学,你们会发现我们只了解表面层次,但对核心层次却一无所知,这是由未知面纱引起的。 尚未证明上帝和灵魂的存在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未知面纱的功效。 尽管历代以来一些解出的灵性哲学家齐心协力,但没有人能够毫无疑问地证明上帝的存在。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它包含了一切,创造了一切,而且我们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无法被证明存在。 我们每个人都是灵魂,但是宣称没有灵魂却是非常合理的。 这个面纱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活跃的意识构建,这是一根源头意识的线。 它与我们的意识进行积极的交互,以过滤对我们可用的信息。 令人兴奋的是,作为我们在这个游戏中唤醒所有人的计划的一部分,面纱被有益的,缓慢地变薄或削弱了。 思维与显化之间的时间延迟 让分离游戏起作用的另一个重要机制,也许与面纱是同等重要的是时间的构建以及它所能实现的思想与显化之间的延迟。 时间构建所促进的线性体验有助于创造一个把选择,因果连接起来的很棒的环境,为我们的灵魂带来难以置信的成长之旅。 它还提供了让我们对自己隐藏创造力的体系,信不信由你,我们每个人都在用我们的思想、信念、感受等等去创造我们的现实。 我们的现实很像一个超高级的虚拟现实电脑游戏,我们自己的想法创造了我们在游戏中体验到的各个方面,其实不是很明显。 你们的想法和感受也会把与这些想法的本质相似的事件、环境、人和事物吸引到你们的体验中。 你们是一个造物主,你们正在创造自己的现实。 当然,这个事实一点都不明显,这是设计使然。 在这种现实中,我们想完全忘记自己之所事,因此我们设计它来故意把自己的创造力隐藏起来。 为了掩盖我们的思想正在创造我们的现实这一事实,我们需要某种机制来模糊支持思想及其产生的显化形式之间的关系。 时间的构建能为我们的思想与思想显化之间的延迟提供基础。 这些思想与显化之间是你们提出的内容与获得的结果之间的延迟。 如何产生这种时间延迟的细节尚不清楚,但这肯定是设计使然, 并且它的确掩盖了我们的思想与现实中出现的事物之间的联系。 思想与显化之间的时间延迟隐藏了你们的创造力的一种方式是, 它让你们可以分散生活中发生的所有其他事情的注意力,而看不到这种联系。 当结果出现在你们的生活中时,很容易就看不到这种关联, 也不会意识到你们早先的想法创造了这种关联。 思想与显化之间的时间延迟隐藏了你们的创造力的另一种方式是, 在延迟期间,你们会有许多其他想法并做出了许多其他选择, 这些选择会吸引许多其他结果。 因此,在任何给定的时刻, 你们都会从各种不同的支持思想中得到各种显化结果的混合体, 让你们很难看到这种联系。 因此,你们创造出了现实这件事实际上并不明显。 同样,不知道我们正在创造所有的体验会让我们恐惧我们的体验并发展出受害者的心态, 认为我们会被环境所左右,这两者都支撑着分离游戏。 当你们完全意识到自己在创造个人现实中的一切时, 恐惧和受害者的心理就会消散。 如果我们的思想显化就像他们在许多其他现实世界和存在层面上一样迅速出现, 那么我们可以创造一切这个事实就变得非常明显了。 这样,我们很快就能意识到我们就是造物主, 并且我们不会想在这个游戏中玩很长时间。 我们想体验忘记自己是谁, 忘记我们真正之所是的感觉, 而思想和显化之间的时间延迟是一个很强大的工具, 可以促进这一过程。 对手的角色 使这个现实系统正常工作的另一个关键手段是对手的角色。 我们的现实系统的早期版本包括面纱以及思想和显化之间的时间延迟, 但是沉浸其中玩耍的灵性存在, 发现自己并没有在开始后多长时间就觉醒了, 这样游戏基本上结束了。 当一种特殊的灵魂, 它们的名字要保持匿名, 它们想到了有助于增强分离博弈的出色构想时, 对手的角色被发明了, 这个角色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个想法是让一些灵魂以扮演敌对角色为特定目的化身到游戏之中, 这些敌对角色将充当对手, 并在执行任务时故意使用仇恨、 破坏性、侵略性、操纵性和恶意, 引入一些敌对玩家确实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很快所有玩家都陷入了游戏的全新层次中, 它们发现自己对这些新玩家感到震惊和愤怒, 并感到对正义和报应的渴望, 这鼓励了它们彼此恐惧和不信任, 导致它们彼此伤害并造成痛苦和折磨, 这种手段让所有玩家逐渐变得越来越敌对, 在游戏中注入一些对手就可以起到催化作用, 在其他玩家中产生更多的对手, 每个人都变得越来越具有敌对性, 游戏逐渐陷入更深层次的分离和戏剧化之中, 随住剧情的加剧, 许多玩家之间的互动变得非常受伤, 以至于它们跌入了更深的隔离和意识状态, 这种状态被恰当地称为受害者意识, 在这种状态下, 玩家认为自己受环境的左右而不是现实的造物主, 如果他们确实相信造物主, 他们可能会认为它在自己之外并与它们是分离的, 甚至可能会认为它是反复无常且批判的, 它们可能开始把世界视为善与恶之间的斗争, 一旦采用了这些信念并达到了这种意识状态, 它便会展现出更为复杂的现实, 也就是一种全新的动力, 这个游戏会变得更加有趣, 而且看起来更加严肃了, 每个人都变得越来越不信任, 批判和反应迟钝, 并且受害者作案者营救者的动态 作为游戏中戏剧性的典型模式出现, 我们整个宇宙是分离游戏的显化, 由于对手的恐惧和仇恨, 许多世界中的许多文明都逐渐陷入深层的分离或受害者意识, 我们自己的行星地球是每个角落都能够达到最深层次的分离意识的世界之一, 每当我们选择恐惧、仇恨、愤怒并对爱、善良、喜乐和团结分离时, 我们就会被对手深深地吸引到了分离, 当对手攻击我们时, 这个对手就开始在我们内在诞生, 当我们看到周围有邪恶时, 邪恶就开始在我们的内在产生, 我们成为了自己的分裂和分离的推动者, 从而加深并维持了这个分离的游戏, 并陷入了越来越深的冲突、竞争和分裂中。 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 没有人可以幸免于难, 化身到地球的每个灵魂都被这部戏剧所吸引, 并且无意间成为一生或另一生散布更多恐惧、痛苦和苦难的帮凶, 这就是分离中最深层次的游戏得以维持的方式, 这就是一, 源头意识的各个部分把自己置于分离现实中时所做的事情。 当意识失去了与源头和最高智慧的连接并遇到了对手时, 这就是意识所要做的, 我们已经回答了我们构想创造这种分离现实时所提出的问题, 那会是怎么样的呢? 和它能教给我们什么呢? 在这个现实系统中玩为我们提供的游戏是非常有趣的, 令人兴奋的, 富有挑战性的, 有时甚至有点令人不安和痛苦, 但它却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 从我们有限的视角沉浸在其中的事实很难理解它, 从我们在游戏中以及在面纱后面的角度来看, 很难不感到震惊, 并且会问,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对自己呢? 但是从我们构想并创造出这种现实游戏的高我的角度来看, 我们会笑着说, 任务完成了, 同样, 从游戏中有限的角度来看, 自然会令我们对完成现实所代表的惊人壮举感到不满, 但是在你们惊恐地停止阅读本文之前, 请记住, 这个现实是一种构建, 所有现实都是如此, 并且你们在其中的体验纯属感知性体验, 这是一种意识幻觉, 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良好体验, 因为我们所有人都相信这是绝对真实的,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完全理解这个事实, 除非我们在身体到了使用期限后退出游戏, 但随后我们会意识到我们在游戏中体验的虚幻和短暂的本质, 而真正的本质是永恒的纯粹意识, 并且不会受到伤害, 所有这一切的目的是要创造一个现实, 让我们可以在分离和二元性中完全迷失自己, 看看那会是什么感觉, 并教会我们些什么, 而且, 把敌对角色插入游戏中不是能很好的帮助我们实现这个目标吗? 通过深入到最深处的分离, 我们不是完成了我们打算创造的东西了吗? 我们不是体验了我们打算体验的东西了吗? 不是学到了很多东西吗? 情感构建者 我们生活在一个错综复杂的现实之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当我们沉浸其中时, 我们认为真实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东西, 而我们认为不真实的东西则是真实的。 当然, 这全是设计使然,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并且是实现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的强大工具, 为了让对现实的幻想成为现实, 已经采用了许多机制和手段, 而它们中的每一个对于实现这一奇迹都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已经讨论了一些内容, 但是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对让我们的现实按预期运行至关重要的内容, 情感构建者。 在所有错觉中, 最有力的幻想之一就是我们体验的情感是我们外部环境的结果, 我们的现实似乎向我们表明, 在我们能感觉到某种方式之前, 我们必须获得某件事或达到某个目标, 例如, 要体验吃一块巧克力蛋糕的感觉和情感, 我们假设我们必须购买或烘焙这个蛋糕并实际去使用它, 当然, 通过实现特定的事物或目标获得的满足感或幸福感总是很短暂的, 因此, 我们倾向于不断追求更大的事物, 以希望找到持久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这让我们更加专注于作为原因的外部事物和环境, 以及解决我们的幸福和实现的方法, 从而让我们现于游戏中, 你们的情绪完全是对外部事件的反应的错觉, 是由情感构建者产生的。 情感构建这是一种存有宇宙意识的线, 它们在自己内在保持着与各种情感相对应的特定的共振频率, 每当我们遇到某种我们期望的事物或情况时, 都会导致我们感到某种方式快乐、悲伤、疯狂等等, 这些存有会瞬间把它的能量带给我们, 因此,我们会短暂地体验到预期的情感, 这种机制有助于隐藏我们的创造力, 因为它隐藏了我们可以自我表达的事实, 探索自己可以自我情绪化, 在任何特定时刻选择自己的心情不可避免地导致你们意识到自己不是外部环境的受害者, 进而导致发现自己的创造力, 你们正在用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创造整个现实, 当然,这是改变游戏规则的人。 玩分离游戏 我们每个人的灵魂都选择参与并玩这个游戏, 因为它在整个创造过程中提供了一些最令人难以置信的, 最富创性的体验, 具有挑战性和痛苦的体验, 有时却极大地影响住我们意识的发展, 这就是我们选择玩这个游戏的原因, 这种体验具有深远的价值, 但是,当然,从我们在游戏中的角度来看, 从定义上讲非常有限, 很难理解这一事实。 但是,从我们高我的角度来看, 它们可以看到更大的景象, 因为它们不在游戏之中, 而是在面纱之外, 这种现实提供的体验非常宝贵, 在这里拥有一套化身的每个人都对自我有了更深的了解, 并极大地进化了它们的意识。 我们沉浸在游戏中, 让自己陷入健忘的境地, 游戏一直持续到我们准备好一起为止。 在这场遗忘与分离的游戏中, 我们探索了关于我们自己, 生命以及一切万有。 我们一直在玩游戏, 直到我们通过一起自己和真实之所示来发现自己的道路, 通过觉醒这一事实, 也就是我们是一种宏伟意识的组成部分, 这种意识既通过我们创造, 又体验了许多现实。 重要的是要记住, 这种现实确实是一个游戏, 就像你们在电脑上玩的虚拟现实游戏一样。 记住, 现实存在于这个游戏之外并且不会受到伤害, 我们的地球现实本质上是一种幻想。 在正常情况下, 我们使用的真实这个词并不真实, 这是意识的纯感之体验, 唯一真实的事物就是意识本身, 而真实的你们唯一受游戏状态影响的部分, 就是你们的意识状态, 因为归根结底, 纯净的意识就是你们所拥有的全部, 这是一种宇宙意识的永恒的线, 我们都是壮丽的一环, 全集是一, 一集是全。